杜菊 港湖青森的现场证据 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 我们还在唐英宏的电脑里面 发现了他在网上 进行化学物品购物的记录 已经拉了单子 发到技术部门去核对了 折服四年 自制炸弹 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出 杜菊 教导那边也已经查过了 发现王兴德夫妇 跟车上两个年轻人 没有任何交集 你说我们还有下一次询完吗 我不知道 但我总觉得 事情还没结束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现在 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去查清楚真相 这样 不管之后到底发生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真相的话 也就掌握了解体的关键和主动权